上次KT突然有事 我就代替他 今次輪到他又有事 今次你又代替他 又是我和你有緣 我和你第二次一起做節目 很開心 我也是很開心 因為你一上來當然是說電影 我平時跟Peter他們 未必一定說電影 無所不談 但電影 不要客氣 我就叫他 多興趣 電影也有興趣 剛剛講起Peter 我們在11月 眨眼 11月底 星期六 金馬獎是58屆 剛剛過了7號 入四月27號 香港的電影也叫做大放異彩 有三部電影就得到獎 我們聽眾也很熟悉 三部你又收貨 我覺得不夠好 你覺得對 其實我覺得是低估了我們這幾部電影 其實另外一部少年 第四部少年 其實很低很低成本拍出來 都有幾項提名 不過是得不到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覺得引以為榮 我們香港人 其實這三部 加上少年也好 還有其他參加者 其實過去幾年 大家都明白 香港新時代 我們的電影製作人 是很艱苦經營 其實到今天 我看到很感慨 這幾部電影 羅卓堯那部 其實羅卓堯兩夫妻 方令正 Peter 你記得方令正 其實是我們以前 浸大那些師兄弟 又是一個很有創意的 他移民了澳洲很多年了 1995年移民 我都很捨不得他 因為我跟他那時候很熟 他讀書的時候 已經是展現到 他那個電影的才華 方令正 後來就有個電視台 去了港台 就認識到羅卓堯 羅卓堯其實是澳門過來的 他們後來 這個都是一段姻緣 方令正很乖 做了這個羅卓堯後面的女人 他這次拿獎 羅卓堯就拿了 這個最佳導演 但是那部電影後面 方令正就負責攝影剪接 其他事情他都搞了 編劇 都有份搞 所以就是羅卓堯 這個最佳導演後面的 最佳的男人 他老公 浩里活的奧斯卡 最佳電影都是一個這樣的組合 是啊 太太和先生一起合作 現在博士 除了少年 綠水漂流 還有嗎 綠水漂流 花果飄零 花果飄零 就是羅卓堯 羅卓堯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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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未必是政府很喜歡看的 就是香港的一個比較弱勢社群 很有心 這個也是年輕導演 好像30歲左右 他就要拍這套戲 找了吳振宇做爛衫戲 就是這個流浪者 這些都是露宿者 還有另一個主角 是啊 謝君豪 厲害 是啊 又是影帝級 這些影帝級 畫劇界的高手 全部他們都是有心的 知道這套電影的特別 李俊蛇 這個年輕導演 很有心 一找他們 爛衫戲 二話不說 很坦白 這些全部低成本製作 但是那個題材 我剛才你說 沒什麼政治性 但我覺得控訴性有 對政府趕盡殺絕 那些露宿者 我覺得那個 那個立場是幾鮮明的 是啊 但是Peter 我說說相對 相對為什麼呢 我就說另一部更厲害的那部 周冠威 這位 42歲 都是一個壯年的人 周冠威 相對那個時代革命 這套東西 就差不多 現在香港政府就不喜歡他 我們新時代 我們說話都小心 但是我們就是以事論事 我們就是重回 這個其實這樣說 政府有政府的態度 但是國際有國際的看法 周冠威這套時代革命 很坦白 也是根本 他是用到最低的成本 就是靠他一條人 另外有一些老友拍 過頭一起去拍 事實上是一套兩個多小時的紀錄片 紀錄了香港過去這幾年發生的事情 但是當然 有些事情大家不同立場 政府立場 和一些藝術工作者的立場可能不同 我們幾個都是從事這個文化影藝 各方面的工作 我們會理解 其實一個文化人 就不會和什麼人過不去的 包括政府或者什麼群體 我們都是作為一個知識 或者社會的一些資料 的一個傳達者 我們是communicator communicator 我們將一些事情帶出來 周冠威就把這個香港 過去這幾年的事情帶出來 但是他是得到國際的認同 你記不記得7月的時候 他去了康城 我都說 拿了他的手影 Benny 手影不是簡單 老實實 人家說 這套東西 政府覺得他不對 人家的點是說 康城影展是一個跨了政治 就算我們自己 我們祖國 經過鄧小平40多年前 搞這個開放國格 他也要走向國際 其中一個地方 他要走去的 就是康城 近年中國電影都走進了康城 這個是大成就 沒錯 柏林健影展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據點 是啊 這些歐洲人家是跨越了政治 跨越了各界的 是全世界文明社會 人類文化的殿堂 那周冠威這套時代革命 這麼低成本 去到這個康城 給你手影 這個是不得了 嗯 接著這一次 這次的五十八屆金馬獎 他是得到這個最佳紀錄片 這樣去這幾部片裡面 其實他的成就最大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你拿了最佳紀錄片 你就已經拿了入場券 next year 2022年 他就揚手參與這個 這個奧士卡的競族的一員 嗯 又是作為一個香港的電影 其實我們應該是感覺到開心驕傲 但是呢 現在這個處境之下 其實就都很難說 很難說 但是呢 我希望這樣說 我們就說 讓電影歸回電影 是吧 就是海撒的歸海撒 是吧 上帝的歸上帝 電影的歸回電影 是吧 電影是長傳的 是吧 所以這幾部電影 就這次在金馬獎 喂 但是Benny 今天很開心 因為呢 原來在金馬獎 喂 因為我和你呢 金馬獎都有 我去過的 我真的去過的 親身去過的 你呢 你就年輕才俊一些 所以你就近年一些 我近年一些 我就老餅一些 別這麼說 你們的經典一些 我就早年一些 你們的經典 所以呢 所以今天呢 Peter 就變成我們呢 都是有一些鮮為人知 我們的聽眾有福 就是我們是親身的 沒有說過的 之前沒有說過 是啊 Peter Peter 你有沒有去過這個金馬獎 沒有 是 那就對了 那你就 你就有福了 你想想去的大影展 怎麼 不是 那些 那些 一會兒我們還可以說一下 大家可能試想不到的 那些蝦鹿電影展的幕後 哈哈 這個很棒 還有可能大家聽都沒聽過的 是 一些彩虹亞洲電視大獎 你不知道的 沒有聽過的 正正正正 你有很多秘聞 有很多秘聞 有很多秘聞 讓我這樣 話從前 金馬獎呢 我容許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金馬獎的一個情況 好 58屆嘛 58屆嘛 六二年 那個山港奇兵 麥當雄那套 山港奇兵 就是講這些 這樣的大圈仔 裡面有一個角色 那個名字就叫做六二年 那個畫面叫六二年 我記得就是廖偉雲 不過你不要搞錯 那個不是六二年的出品 我知道 我沒有搞錯 你不要誤 我沒有搞錯 我沒有搞錯 但是多謝你去解釋 否則聽眾 沒有我們那麼老餅 他們聽錯 那套戲 就是80年代的戲 很厲害的 那套戲 那套戲 裡面有一個角色 很像是廖偉雄做的 這個角色 就是做一個洗廁所的人 但是他經常怨 我們六二年 我六二年 就大饑荒大逃亡 走來香港 我吃得苦 熬得 這個就是講香港價值 你什麼人 五湖四海來到香港 你就可以發揮 回到六二年 當時確實 中國是困難的 在這個五八年那個大躍進 超英趕美 接著就很嚴重的失收 各方面 但是相對台灣 那時候 都是強人政治 蔣介石 當權 但是他都開始 想走向國際 所以六二年 就透過這個行政局 這個新聞局 行政院新聞局 就主辦這個 第一屆的金馬獎 我一跳去哪裡 就跳去之後 就1987年 7月15日 台灣又有一個新的環境 什麼新的環境 1987年 他就是解嚴 你知道之前 其實台灣也很緊張 晚上不可以亂走 就是戒嚴 就是戒嚴 一直幾十年都戒嚴 但是去到1987年 7月15日 就是解嚴 那年那個金馬獎 我有幸 我就有去的 挺有趣的 你有沒有看到總統 我沒有看到總統 但是我看到 其他我心儀的 電影界的很多猛人 包括什麼 薯光倒流七十年 我出席了 另一個 多謝你給你提 我今天分享兩段 我這個金馬獎的有趣的經歷 我手上拿著一個文章 不是我寫的 就是台灣 1987年 他的一個電影雜誌 電影欣賞 很重要的電影雜誌 其實記錄 一個叫做六十年代 亞太電影回顧 與展望的座談會 這個就是1987年 10月30日 就是金馬獎期間舉行 這個我就有幸 代表香港去了這個金馬獎 本來我是敬賠沒席的 因為真正的官方代表香港 當年有兩個猛人 就是寧波姐姐和靖庭姐姐 兩個都是 你知道他是台灣關係也好 相當好 阿玲波也是以前的黃梅調 他專做梁山伯 靖庭電影幕後的配音 他是唱歌 靖庭的大歌星 幕後代唱 對 幕後代唱 很多電影他們熟悉 他兩位就代表香港出席這個座談 我剛才說六十年代 我還未曾六十年代 都是年輕人 不論我所說 那個主席是誰呢 就是白景瑞 白景瑞 學人 白景瑞 這個老導演 是台灣 現代電影的 現代電影之父 他是第一個 應該是六零年初 他是第一個去到意大利羅馬 讀電影的台灣導演 他回到台灣 就是參加了中央電影製片廠 就是中影 其實就是政府 官方的製片廠 所以白景瑞有多有趣 他有很濃的官方背景 所以他後來拍電影很過癮 有很多也是政策片 大陸有拍政策片 什麼湖 但他拍了一套黃天後土 這個很敏感 是呀 很敏感 香港還禁了他 那一套 就是1980年 剛剛香港還沒開始 中影談判 中影談判是八幾年 1980年 黃天後土 就是在說文革時候 文革 這套我很記得 很討厭 是嗎 校長就因為 看到那個兒子 受到這樣的施張教育 他受不了他親手 捏死兒子 很可怕 這套很可怕 Anyway 香港禁了 Peter 因為影響與鄰近地方的友好關係 另外 白景瑞又拍過另一套 其實他拍到N這麼多套 不過我講這個 他的有趣 這套黃天後土 就是一種政策片 他最早回去台灣拍那套 入了中影 末十七歲 那個不是 叫做還我何生 一講六年 還我何生 哇大哥 即是大個例子 打回大陸 我明白 這個很具政治性的後名 是啊 你說那些 一連休夢 那些什麼 第六個夢 再見阿郎 再見阿郎 那些 還有一套過癮 這個是我們熟悉的鄧光榮大哥 1972年 白屋之戀 白屋之戀 Peter 你畢業那年 1972年 鄧光榮第一套去台灣拍的片 是嗎 這套過癮 我也有些照片拍了出來 我們監製打出來了 鄧光榮 穿上白色西裝來拍這套 真是怎樣的呢 就是那些很 叫做在魂裡面的戀愛 鄧光榮一個這樣的書生 白馬王子 是的 一個白色的屋 哇 沙灘就和美女大家 慢鏡頭奔跑過來 女主角是誰 恩真 我忘記了 好像是 我記得是恩真 美女也很美女 哇 他打了差八分多 問Benny 為什麼 白色在電影上 很難呈現 是的 其實今天 我本來後來講 等到兩位大哥說完 林伯問得很有點 我舉個例 李恒 或者楊德昌 他們那幫所謂新浪潮導演 台灣新浪潮導演 李恒又不是新浪潮 你先聽我說 白色就很難看 楊德昌就新 白色好像我們那時候 我們拍電影也是的 美術 如果白色衣服在白色背景或白雲裡面 根本是一片白的 所以打燈和那個白 其實林伯很厲害 白有米白 淺白 還有很多種白的 你還要加上影子 你的白 胡金泉是我第一個接觸台灣的導演 我最喜歡 他拍的俠女 你知道了 空山寧雨 他那些真的是國話 那你大哥 好像林伯所說 白色怎樣處理呢 就要質感 還有你的打燈 因為你知道那時候 銀幕現在沒有那麼漂亮 或者放影沒有那麼漂亮的時候 用菲林反而更好 如果你現在用那些Digital 可以調色 可以比對 但當時老實說 你沖印不是找好的沖印 通常去日本沖的 那你沖出來就好像林伯所說 那些叫High Key High Key的東西就會黏底 黏底呢 連臉都會影響 好像你今天說 博士臉紅紅就多好 但如果你臉白白 觀眾說這個人沒吃飯 他們會判斷那些演員 但這個技術問題 待會我會講到 其實今天真的很多東西要講 博士繼續說 是呀Banny 我回去 這個研討會 白景帥做主席 因為他是蹤影的猛將 還有他拍很多戲 就是政策片 但另一方面有拍賺錢的 就是白谷之戀 什麼一年幽夢 那些很柔軟的 就改了 瓊瑤那些流行小說 但當日這個 這個 他座談會 有個小插曲 我呢 都上了身 為什麼呢 那我就坐在後面 白景帥 那當時 我們因為亞洲 這個研討會 六十年代亞洲電影 所以就泰國 南韓 新加坡 馬來西亞 紐西蘭 夏威夷 香港 台北 都有代表 那當時 大會 就是外聘了 有即時傳譯員 就要來 幫忙做這個 English and 果語 相遇的即時傳譯 為什麼那個人 不知道台灣經常塞車 還是什麼 來不了 又沒有手來電話 找不到即時傳譯 白景帥這個人 其實 他是導演 但因為他跟了國家製片機構內 其實他是一個經理人 管理上面 他很有頭腦 管理層 管理人 所以他很有腦 他不會坐在一起 你眼眸我眼 那怎麼辦 不會在意待斃 好東西 白景帥 一眼看著我 我心都來一來 看著我 然後他說 我是白晴瑞 你是曾晴虹 我們都是割景字 他說 然後他說 喂 我就去意大利讀電影 你去美國讀電影 我這樣很記性 叫做寒圈幾句 他說 我意大利 英文一般 哈哈 哈哈 你英文應該可以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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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認識你 他認識你 本來 因為我們是開會式 現場式 大哥 很厲害 你明白好東西 所以這篇文 你放大 就看到 這篇文 口譯是我 我成小 我不是做翻譯 即時傳譯 我的處女作 我竟然一九八七年 今晚獎道 我做了我一生人第一次 亞洲 這麼多個關 其實我呢 那時候 Bennie 傳些東西給我 傳你兩篇東西給我 行不行 好 錢給你 需要笑不更事 那時候真的不知害怕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 我們以前的訓練 就是肯定膽粗粗 你這樣叫 你這樣叫 對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成績訂購支持